無論你是第一志願、第二志願、第三志願 你應不應該再去扣門? 其實在眾多不想去的選擇中 你總要選一家第一志願 不是學游泳 而是希望他成為一個游泳健將 成為一個奧運金牌選手 做警匪片還是想做警察 不是做那個賊 大家好 我是郭Sir 剛剛過去一天派了升小的統一派位放榜 究竟今年是甚麼狀況? 新聞說今年派首三志願的百分率達到83.7% 即是歷年的新高 過去26年都未試過這麼高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 家長選學校的策略成功 又或者是大家保守了 又或者是人口少了 究竟是甚麼原因? 我們儘管一起分析一下 記得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 當新的影片一出馬上就通知你了 究竟今年 無論你是第一志願、第二志願、第三志願 你應不應該再去購門? 這個我猜是一個非常非常 大家很想知道的議題 我應不應該去讀一些要付錢 無論值得也好、私效也好 以及 究竟我購門的時候有甚麼要留意? 究竟購門應不應該做? 如果你的第一志願也不是你的心意 當然你應該做 但為何第一志願也不是你的心意呢? 可能因為升級小學的時候 劃分的區份比升級中小很多 所以在你的小區域裏面 未必可以完全有你喜歡的學校 另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在眾多不想去的選擇中 你總要選一間第一志願 又或者你希望保留一間相對地 不是不想進入的學校 但有更深的選擇 所以你就會選擇扣門這個選擇 而扣門 你記住 扣門的位置不是很多 不能扣到不是代表你不厲害 只不過是剛好學校不適合心意 選不中你 再何況 去到第二第三志願的同學 會不會是必須扣門 或者扣門的機會很大很大呢? 我猜是相對是大的 正如剛剛說了 在同一個區裏面 可能你只有一間半間的心意學校 甚至乎沒有都未定的 那你變成第二第三志願 可能真的強行選擇 然後就變成一個非常雞辣的選擇 你不能夠去選一間適合你的學校 變成你去扣門的時候 要審慎一點 留意一下 這樣就會比較理想 那去選擇學校去扣門的時候 怎樣去準備好呢? 面試那些你之前沒有準備 你就不用特別理會了 因為小朋友只有五六歲人 現在的一個星期都沒有 的時間要你去準備面試 基本上不是那麼可能的 你說盡管人試行不行? 也沒有說不行的 你就試一下吧 但是你的資料是否需要準備呢? 一般而言 大部份的人都覺得 會不會越多越好? 把所有我學過的東西都放進去? 但還是那句了 五歲人仔可以學到多少? 又或者 五歲人仔可不可以學到識飛? 跟我們之前一直在說星中的東西不同 星中的同學 都經歷了差不多十年以上 經歷了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了 可能學了很多東西 能力值可以去得相對比較高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獎項發生過 令到你在你的投資可以 很精彩亮麗地展示給人看 有些人是有很多 有些人是沒有什麼 都未定的 大升小學 大家五歲人仔可以參加過什麼呢? 可能是參加過什麼 十八區朗中 又或者是有些 教育中心自己搞的一些賽事 所謂的豬肉獎 豬肉獎有沒有用呢? 不是沒有 而是用來給小朋友爭取經驗 一些有經驗的小學 其實一看獎項 一看證書 大概知道是什麼 但是你要告訴別人 你參加這些活動 究竟想突顯到什麼 又或者想發揮到小朋友的什麼才能 而不是想說小朋友有多厲害 因為在五歲人仔裡面 其實是否能夠完全展示到 未來的三十年五十年 甚至乎更遠的時間 這個人仔可以發揮到多少 可以做到有多遠呢? 我覺得應該不是 所以大家要留意 學任何的東西 有任何證書 是用來展現出 究竟小朋友在這個階段 做過什麼 以及你希望透過這些東西 發揮到什麼功效 或者令到他可以得到什麼 學習的元素 是更加有用的 令到學校知道 這個家庭 原來對於小朋友的發展 是做了這麼多的準備功夫 這一點應該是比較重要的 而小朋友的能力 是未浮上來 所以那些叫做潛能 所以大家要記住 去溝門的時候 不需要說自己的小朋友是怎樣 而是說你為小朋友 準備過什麼 做過什麼的預備 希望他在發展的過程中 有所得著 不是說學游泳 而是希望他成為一個游泳健將 成為一個奧運金牌選手 即是今年2024年奧運巴黎 不是是巴黎奧運 OK 變成大家可能很熱切地 覺得學游泳 學劍擊 劍擊更加是 因為上屆奧運會 香港有一個 金牌選手 張家朗 會不會延續劍擊熱潮 我們真的拭目以待 無論如何 大家要記住 我們去學習的一件事 不是說他將來成為一件什麼事情 因為現在的世界變化太大 就算今天你覺得這件事很有用 可能他有一天未必有用 就算今天他有一個興趣 可能明天他又改變了 以前的年代 很多人都是看電視 最近電視做什麼 日後就想做那件事 做一些警匪片 還是想做警察 不是做那個賊 做消防員的事 還是想做消防員 做律師的事 想做律師 做醫生的事 想做醫生 是這樣的 但是將來會怎樣發生 現在網絡的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會怎樣發生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可能在摸索 小朋友的將來 都是在摸索 好嗎 希望大家如果 在看這段影片的你 已經獲得你的心儀學校 有你的第一志願 有你的非常滿意的結果 當然恭喜你了 如果這個結果 還未如你所願 大家就努力一點 預備你的投資 準備一下你的面試 去一兩間 我想差不多了 最多三四間 學校去了解一下 交了方案之後 便完結了 因為未來的六年 其實還有很多時間 甚至於 會不會在過了小一之後 再找一間學校 合適自己一點 因為當適應了小一的生活 之後 再去找一個新的地方 可能會更加未定 好嗎 葛sir分享今天就到此為止 如果有亂問問題 儘管在下面留言區 告訴葛sir 又或者掃這個QR Code 和葛sir聊天 都沒有問題 好嗎 今天我們分享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